由美国独立电影导演罗拉和中国制片人李珍合作完成的72分钟的纪录片《棉花之路》3月18日在华盛顿特区的环境电影节进行了放映 影片通过朴素唯美的镜头语言还原了纺织制造业全球供应链的原貌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农田里的棉花被集装箱运送到中国江苏省长州市的纺织厂 经过加工制造成为波士顿红袜队的服装又重新运回美国低价出售给消费者 导演罗拉说消费者往往意识不到廉价时尚背后有着高昂的代价 廉价时尚的一个高昂代价就是它造成了大量浪费 因为它推广了一种消费观 就是你可以买很多便宜货 等到了下个季度他们过气了就扔掉然后再换新的 根据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的调查报告显示 美国消费者人均每年扔掉的衣物和防制品重达68磅 而其中只有20%进入了二手衣物交换市场 剩下的大部分又被运送到国外再生产为工业毛巾 或者转换成为制造绝缘和纸制品的纤维原料 世界自然基金会负责人马特·麦芳补充说 廉价时尚的代价是长远的 当地河流受到污染 工人工作条件糟糕 报酬低廉 权益得不到保障等等 而且如果你考虑到全球气候变化 它的代价一点也不低 沃尔逊中心中国环境论坛主任吴兰表示 在美国 棉花种植使用的大量化肥会对土壤造成污染 在中国 印染厂造成了严重水污染 目前 超过30%的中国水源由于污染严重 已不适宜人体直接接触 该影片还介绍 尽管纺织厂工人工作环境艰苦 且没有工会为工人争取权利 但仍然有大量的农村人口来到城市寻找这样的工作 如果工厂被要求在有限的价格范围之内完成订单 而他们无法完成 那么他们为了在这个竞争激烈的行业生存 必须极尽其能 想方设法降低成本 所以不幸的是 最终受苦的是工人们 因为他们不仅工资被削减 还要工作更长的时间 受到2008年经济危机的影响 美国商家的订单数量比以往大幅减少 并逐渐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了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孟加拉国和越南 这也对中国仿制业造成了冲击 许多厂家倒闭 剩下的则艰难为生 罗拉说 大型的跨国连锁企业是这个产业链的最大经济受益者 但她不愿提及这些企业的名称 此外 影片并没有直接探讨仿制业对于环境的影响 而是通过很含蓄的方式 用画面中昏乱的天空和浑浊的河水来暗示 罗拉希望借助这部影片让消费者了解廉价时尚背后的产业链 减少浪费 同时监督企业控制污染排放并尊重劳工权益 她还期待棉花之路能在中国放营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